小朋友專注看書 時間一長 不知不覺 眨眼次數減少 就容易導致眼睛干涩 你看電視或看手機 或看書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少眨眼睛 對 自己有沒有發現 沒有 不要眨眼睛會怎麼樣 乾乾的 眼睛會感覺乾乾的 所以你覺得 眨眼睛重不重要 還滿重要的 眨眼看似生活中 簡單又自然的動作 卻是保護眼睛的重要關鍵 看書啊 看電視太精彩了 所以有時候忘記眨眼睛 其實都會忘記 眼球 角膜表面是有一層水分 那如果空氣比較乾的時候 就會比較快把水分帶走 正常人平均每分鐘 眨眼15到20次 但現代人長時間看電腦或手機 因為太過專注 眨眼次數減少 眼球表面水分容易蒸發流失 眼睛很快就覺得不舒服了 那我們其實身體有一個反射 就是說如果眼睛太乾的時候 會不知人的就會逼起來 別撐到不舒服才眨眼 也別長時間張大眼盯著螢幕 濕度眨眼很重要 還要避免室內濕度過低 冷氣電風扇不要直接吹向臉部 都可以減少淚液蒸發 保護眼睛 大愛新聞張國端李岳唯台中報導